所谓的不打内战就是自己不说 但是交给别人来打 可是那你自己的肩膀在哪里 就是不管我帮了他们多少的忙 基本上最后他们都会因为人情压力 在关键的时候抛下我 就像是我跟飞龙泰如果掉到水里 你问这些资深的我的前辈们 他会救谁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让我溺死 我是活不下来的 可是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数 不然这不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好市长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 也鼓励过我选完议员之后 要参选信义南松山的立法委员 那所以我相信他心里所谓痛苦的决定 是因为有人情的压力 越资深 你就越资深历练越高 那当然也是好事 可是当整个团体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差异性已经小到 让中间选民跟年轻人 剥离出去支持其他政党的时候 那这个政党未来要怎么发展 今天我自己在选 那我不想要把其他人一起拖下水 所以我看到有一幕是这样子的 就是费委员跟这个 郑立文委员他们在一起 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委员他就说 请那个我的好朋友 就是郑立文委员来帮我回答 然后呢郑立文委员就讲了一句 就是攻击我的话 那所谓的不打内战 就是自己不说 但是交给别人来打 可是那你自己的肩膀在哪里 就是我自己今天出来选 我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啊 如果有其他人主动愿意帮忙 我当然非常的感谢 可是所有的发言 我们今天投票选的是 徐晓星跟费洪泰 又不是选郑立文跟李德维加费洪泰 跟我不是嘛 我们是选徐晓星跟费洪泰 二选一嘛 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两个 基本上我尊重他们所有的做法 但是这个其实就会形成 我觉得对于年轻世代的一个打压 私生的立法委员 他怎么样看待新人对他的挑战 那是用直球对决的方式吗 如果今天委员他愿意用直球对决的方式 接受我的战帖 那今天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都会很敬佩这样子的一个前辈 但是似乎看起来是 比如说党章没有规定要辩论 所以就不辩论 民进党有很多的年轻人参政 但国民党可能在立法院的层级里面 相对比较少 就是平均年龄上面 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一个落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民进党现在呢 今年的选举也会推出很多的新面孔 那很多比较年轻的人 那你说要怎么样跟国民党在立法院这一张 我们都希望能够其次最大化 也希望2024能够赢嘛 然后大家也不用再想说 我们是这个意外团结的老人团 因为基本上他们本来就是会团结在一起的 这个我本来就知道 我在很早之前就有这样子的提悟了 就是不管我帮了他们多少的忙 不管今天是我的哪一个长官 跟我哪一个上司 我无偿帮了他们多少的忙 基本上最后他们都会因为人情压力 在关键的时刻不选择我 就是抛下我 我觉得这个是我早在自己踏入这一行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数的 在我当很多人的发言人 然后在我这一路上走来 然后自己不断的争取 包括我自己的权益跟为大家服务的空间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些资深的人物 他们平常时都会说乔欣你很棒 乔欣你的战力很强 那乔欣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打赢这场选举 这个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乔欣你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 乔欣你都不用睡觉的吗 你为什么有时间帮忙这么多议题 乔欣你可不可以多帮我一点吗 乔欣你可以来帮我吗 他们都会跟我这么说 但是在最关键最关键 要选择一个人的时候 就像是我跟飞鸿泰如果掉到水里 你问这些资深的我的前辈们 他会救谁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让我溺死 我是活不下来的 我只能自己学会游泳 我别捂他法 因为我就是一个在需要我的时候 觉得我很棒 但在不需要我的时候会觉得 那还是朋友是老得好 我希望大家这一次可以 抛下你们过去的人情压力 抛下过去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绑架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真正对国民党的长远发展 要怎么样比较好 有一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做不到 我都尊重 可是我知道你们心里有数 不然这不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支持过很多候选人 我从来没有让自己痛苦过 我支持的我选择的都是快乐的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不会痛苦 那为什么好市长要去支持肺委员 他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其实我想是因为他心里知道 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好市长过去在2022年的时候 也鼓励过我选完议员之后 要参选信义南松山的立法委员 那所以我相信他心里所谓痛苦的决定 是因为有人情的压力 那我完全的尊重他 但是我有传讯息给他说 我传了那个采访通知 就是他要去支持肺委员的 采访通知给好市长 我说不求市长也能支持我 但希望我的努力您有看到 年轻人在这里真的很辛苦 我会继续努力让大家跌破眼镜的 然后他回答我说知道了加油 这是他回答我的讯息内容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肯努力的人 年轻人有出头的空间 我相信这不是只有年纪的问题 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的这份工作 付出你的所有 我觉得人民选择政治人物 选择我们 选择这些代议士 选择民意代表 就是希望我们没日没夜吧 就是替他们把所有的问题给找出来 然后去监督政府 我觉得我现在的我 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但我不知道我今天的年纪 或者是说我今天的资历 会成为在我从政路上面 这么大的一个限制 那变成是说好像在国民党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越资深 你就越资深历练越高 那当然也是好事 可是当整个团体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差异性已经小到 让中间选民跟年轻人剥离出去 支持其他政党的时候 那这个政党未来要怎么发展 难道要等我成为年纪更长的时候 再反过来做一样的事情 去欺压更年轻的一辈吗 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好事长对我非常的好 那我也把他当成我的大哥 那也因为他是大哥的关系 所以他或许他平常是更容易受到一些 人情意理也好 或者是说过去的一些人际关系 他很重视这一块 所以我完全尊重好事长的想法 所以不管我说不说 基本上呢 会说三道四的人就是会说三道四 如果你们想听实话的话 这个说三道四在我宣布参选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了 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所以传统跟现代 国民党终究需要做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要选择活在过去 我们不往前走 那也可以 只是国民党能够存续多久 这些人的战力也好 这些人的能力也好 他能够在这个地方 再继续为大家战斗多久 那如果有一个新的 你们认为能力可以的 已经足以担任立法委员的新人出来 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直以来都是知道的 当然因为他很现实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 心里不会有一点苦涩吗 也会有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这一行的现实 所以就是因为他很现实 在里面的搏斗 在里面的这个挣扎 他才会更有意义 我来说 有一些重择 什么 你们